现在上的是第一个大重点 光的反射跟面镜成像 后面的大重点叫做折射跟透镜成像 那这里面镜就是会反射 反射碰到障碍物 弹回来叫反射 前面跟你说过 波都会反射 所有的反射都会遵守反射定律 所以第一件事是要了解什么叫做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有两点 第一点叫做入射线反射线跟法线在同一个平面 入射线反射线在法线的两侧 第二个重点叫做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我们在声音的时候讲过反射 过那个时候反射主要在考计算算距离 而这里就会用到这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然后要知道什么叫入射线 什么叫反射线 什么叫法线 什么叫入射角 什么叫反射角 跟前面一样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现在再说一次再提醒一次 来问问你自己还记不记得 啥叫入射线 你还记得吗 你叫入射线 射进去 射进去 法孤的 入射波前进方向 入射波前进方向 叫做入射线 图上面显示 我想那什么插板得分 打到南反弹过来 像反射 那丢出去球 球丢过去的那个走的那个方向 那个目镜 叫做入射线 然后呢 比照办理 什么叫做反射线 入射线 是入射波前进方向 那反射线 反射波前进方向 比照办理 入射线还有反射线 然后呢 还要法线 理化老师就是我 跟你讲过 物理上用法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垂直 所以什么叫法线 垂直的线 垂直张爱命的线 在你打到一个物理 垂直 用法线 叫做法线 OK 然后 什么叫入射角 入射 谁入射角 入射线 跟法线的夹角 叫做入射角 那同理可证 什么叫反射角 入射线跟法线夹角 叫入射角 这是什么叫反射角 反射线跟法线夹角 然后把这些名词都搞懂以后 以后考试 就写这些名词 然后弄懂 他在讲什么角度 我讲过了 有人写的是 入射线跟障碍面夹30度 也可能告诉你说 入射角30度 然后可能问的叫做 反射线跟障碍面夹几度 可能问反射角四几度 可能问入射线跟反射线之间夹几度 那你就把每一个线 每一个都都搞清楚 就很简单的数学啊 垂直啊 加起来90度啊 这就解决掉它了 所以弄懂每个名词的意思 就看了那种题目 在写什么问什么 你知道在算什么地方 就没什么问题 这很简单 在这里 比较重要的点叫做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就请你记好 我们的反射定律 OK